我注意到有关报道 愿强调几点 第一 中国的科技成就 一不靠偷 二不靠墙 是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 中国人民凭借智慧和汗水 拼搏奋斗出来的 统计数据显示 2009年至2019年 中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 260万篇排名世界第二 第二 中美加强科技交流与合作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美国个别官员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 渲染 炮制 所谓中方窃取美方科研成果 别有用心 一些美国高校负责人 也认为美国官员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太过夸张 且具有歧视性质 便表示 同中方开展合作 事实上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至关重要 第三 人才跨国流动 推动了世界科技进步 各国都在积极开展 国际人才交流合作 美国这方面更是如此 中方所采取的有关举措 旨在促进中国与各国的人才流动 鼓励和推动国际科技合作 这些举措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行做法 并无本质区别 我们敦促美方 各别的官员 摒弃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 正确看待 并维护中美在科技 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多做有利于增进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感谢观看